再來看台北市微信教早期公布中藥宅 起初的結果有八件不合格 其中有一件驗出顏色度數超標 以書也經過當期接觸這種度數會有抵達感情的風險 因為它在標示當中有呈現檢驗合格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是有誇張不實的情況 我們會處四萬到四百萬的一個情況 為委託市民才中有衛生安全 台北市微信教公布相信 厚市場中藥宅的差距局 總共八件產品無合格 包含一件百合 五件八百里一件黑座在主業時 另外一件標主人檢驗出 用角度數超過標準 那當期接觸及有抵達的風險 衛生局公調所有委員産品 都將要求業者回收 臺灣想想如果是外觀期 已經以親所協的衛生局來出版 當時提供消費者 要算幸福良好的店頭 買重要財比不用買 不免臺灣的産品 只要花錢更新貸 記者綜合報道